ность Hello 醫療人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傍晚好 下班的時間就直接到我的洛梨磚區 來看看 我又有兩個禮拜沒有到我的酪梨磚區來看看 那今天的時間是我們中華民國的111年的6月13日 那現在是下班時間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陽光還可以 所以我可以做一下紀錄 6月13號已經連續大概將近兩個禮拜 都是梅雨季節的下雨 但是我們的酪梨磚區的酪梨 我們就看實況 長得還真的是很好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除了我們有沟區 但是沒有很高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個草生栽培的環境 讓它能夠維持一個很好的生態 所以目前酪梨看起來都還不錯 那也順便我們帶大家走一趟來看一下 那這一顆的酪梨只栽食生苗種在這裡 這也是我今天要記錄的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主題 就是種食生苗 再等到食生苗長大之後 長得稍微到我們再合適的季節再來做嫁接 它的長勢絕對會讓你嚇一跳 像我現在這一顆也是食生苗 這個食生苗都是去年 今年現在是6月13去年種下去的 所以食生苗的長勢真的是相當的快 比嫁接苗快很多 那到時候 如果你請得到那嫁接的師傅 再請嫁接的師傅 帶著你要的品系的酪梨接穗 到原子裡面嫁接 那個都是OK的 像這一顆你看 這一顆就很明顯的是綠色的那一個枝條 我就在懷疑 懷疑這一顆的那個種子 是我們厚 厚種子的食生苗 有的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抽的新燒出來就帶紅 但是這一顆很特別 全綠 全部都是綠色 畫面可以看一下 全綠的食生苗 蠻漂亮的 而且長勢非常的好 而且這個食生苗 原來我以為它不會萌芽 所以有些食栽 我在旁邊又補植了 一兩顆的那一個種子 結果呢 原先的那一個它就什麼 它還是有長出來 順便把旁邊的雜草拔掉 很多的龍葵 好這個是食生苗 那前面這個就是嫁接苗 這個都是我親自嫁接的 那嫁接苗實際上它比那個食生苗 應該是多了一年 因為它等於是去年種的嘛 是前年的食生 然後去做嫁接 所以你看長勢比較慢 那這個也是嫁接苗 好我們原子裡面的酪梨 都有是A花B花交錯 然後像目前我站的這個位置 是中生種的酪梨 它的酪梨果實成熟期是在我們中元節 農曆的中元節 那像這一顆 中生種的A花 這裡 中生種的A花 然後你就看到了 它的抽辛騷 辛騷帶紅的 兩個禮拜的好雨 沒雨 長得還不錯 所以對於草生栽培的環境 目前看起來是 能夠讓這個酪梨 能夠順利的渡過 渡過水分很多的這個階段 那這一顆就是B花的中生種 B花的中生種 那這個接稅 我們的小陽醫師 小陽醫師家的酪梨 那我家接的 高高的 中生種還蠻會長的 那這一顆 那一顆B花 這一顆一定是A花 那如果這一顆A花這個位置的話 這一顆 我直接拆了 A花的秋可德 晚生種 秋可德 那這一顆是A花秋可德 這一顆就是 這一顆就是B花的晚生種 厚兒 厚兒的酪梨 那你看厚兒的酪梨 它抽燒的葉子 就比較 綠色比較多 好 我的猜測啦 繼續觀察 好那這個地方 這一顆又是 應該是我們的 那個 A花 A花的秋可德 正常的話會有標牌啦 那這一顆是我原來比較擔心的 但是它長勢起來 我因為擔心它 所以我在旁邊種了一顆 種了一顆石森 石森準備來給它多一隻腳 好那又下一顆 下一顆 不用我介紹 去年才長這麼高 什麼秒 這個就是石森苗 超會長的 石森苗 那看它的樣子 我猜也好像是厚兒的石森苗 長很高 到時候再來嫁接 好那這一顆 這一龍的這一顆就是 好朋友 國成兄的作品 但是很可惜 有一個接穗 失敗了 這個接穗失敗 那國成兄 他說是平克頓 跟哈絲 在一起 兩個都A花 那斷了一個 到時候我可能這邊也給它多 多種一顆石森 把它拉在一起 讓它有兩隻腳 好 那再來我們看第二龍 第二龍 好那這一顆就是哈絲 這顆哈絲長得還不錯 好來看一下 我的嫁接的作品哈絲 把它抽的燒 那葉子被蟲啃得亂七八糟 好那哈絲是A花晚生種 再來 往前 那這一顆 嗯 也有可能是哈絲葉可能是平克頓 這個區域都是晚生的 好再來 那這一顆應該就是 剛剛那如果是去那個這一顆是厚爾 那個如果是秋可德這一顆都是厚爾 啊這一顆 好 那如果那一顆是厚爾 那這一顆又是秋可德 啊標牌 沒關係就這樣子 阿拉那個秋可德 對沒錯啊那這一顆是厚爾 看標牌粉紅色標牌 厚爾 好粉紅色厚爾 好那這一顆是厚爾 前面的這一顆 厚爾是米花 這一顆我沒有記錯的話是 加選三號 A花加選三號 市場上人家叫它歪地 就是它的那個 那個果餅是歪的歪頭啊 這一個是加選三號 那個A花 然後這一個是A花的 疑似中譜清瓶 前一陣子不小心裂開 嘿嘿沒有死掉 那我也把它拉了一個 拉了一隻腳了 在這裡 拉了一隻腳 那一段時間之後我再來解開 那這個下次再做紀錄 目前這一個新的一隻腳 你看繼續抽燒 那底下 還是掛著 所以用時間來換成功 好靠間 那這一顆 這一顆應該就是米花的 米花的 好再來 那接著這前面 這個是十升秒 十升秒 十升秒 十升秒的酪梨 那這個也是十升 這個也是十升 好在最前面 那一顆是我們建地園區的A花 十升酪梨 但是是嫁接過的 它的果肉不多 可食率不多 但是種子很大 就是純粹叫這一顆 希望能夠取種子來 繁殖十升秒 但是看起來目前好像不太需要 但沒關係 就種來玩玩 好那接下來第三龍 第三龍 十升秒 原先以為 失敗了 所以我才會把 黃金果種這裡 結果它又冒出來了 十升秒 長得很漂亮 好接著這個也是十升秒 也是以為它失敗了 結果它又長出來 十升秒 好那這一顆更不用說十升秒 那葉子比較屬於綠色系列 強烈懷疑 就是 不知道是什麼品種的種子 反正十升秒 那這一個就是加接秒 沒有記錯這一顆是 紅色標牌的 這一顆是厚 而且秋可德更正 這一顆是秋可德 因為當初標牌 有個標的不一樣 秋可德 那這一顆也是秋可德 這個一定是秋可德 這裡有一顆果實 確定是秋可德 因為它的那個果實 那個樣子就是秋可德 這個 好那這一顆是秋可德 肯定的這一顆是厚 這一顆是厚 加接秒 紅色標牌 好來沒錯厚 好那這一顆是厚爾 那這一顆又是秋可德 那間隔大概有五六米 六公切 這一顆是厚爾 這一顆是厚爾 下一顆 有一點亂掉了 跟正 下一顆這個才是厚爾 那那個是秋可德 有一點亂掉了 這個確定是厚爾 因為掛了兩顆果 兩顆果 好 這個是厚爾 梨花 好那沒關係 現在有一點亂掉 到時候長出果實 開花型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做什麼動作 還是可以做架接 一束兩品都沒有關係 那這一個是石森苗 喔不 這一顆是 這顆應該是秋可德 因為這是架接秒 好 那最旁邊的這一顆就是石森苗 所以大體來看 石森苗長得非常非常的健壯 好 然後再來最末端的這一顆就是我們瑞德 瑞德 瑞德有在長 瑞德 砲彈酪梨 碗生種酪梨 然後碗生種酪梨 我們有 來 靠接了一顆 在這裡 改天再解開看一下樹袋 而且很明顯看到商譽組織 長得非常的膨大 那這一顆就是我們要靠接回送給我們的小羊醫師 就是照陽這一顆 看起來不錯 因為我現在透過那個石森苗 就可以看到商譽組織長得非常好 那我要等它時間再久一點 再多一點之後 再把它做梨珠 瑞德 洛梨 所以OK 目前看起來沒有問題 好 用鏡頭帶著喜愛 洛梨之帶好朋友 走了一圈 有一點喘 走了一圈我的洛梨專區 業餘栽種 然後不斷的去累積石座的經驗 那分享給各位好朋友 那今天6月13號 梅雨季節停了兩天 那目前洛梨的植栽 看起來都還是健壯的繼續發展 參考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ac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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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